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frankly 因為他們的想法可能真的跟我們不合適 你問我 我不知道Paul 你是否老虎人 我到現在都覺得 我都覺得要出來做事 要講信用 要勤力 不要怕吃虧 我都是拿著這套東西的 但他們那種 我被人找笨拆 我根本不想 他們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這樣想 我都盡量去明白他們 我也不會東美的款 不過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 譬如是我的同事的話 那你就沒有人走的 因為我不會過了給你 我不會用心教你 我想回應你兩件事 第一件事 聽歌 我們那個Generation 喜歡聽我 我還在聽陳百強 但當然覺得我們這些 年輕人聽 我就是一個客觀準則 一首新歌 你不看歌詞 你聽不聽到他唱什麼 算了不要 當然 我們針對某些人 第二 你說年輕人 我的工作有些事情 都要接觸這些人 我不是幫助他們 還是要理解他們怎樣成長 他很多是外傭養大 是的 還有 有時候 就是這樣說 你的成長 甚至乎他們 因為接觸的關係 是連什麼好聽不好聽 都未必理解 好在我兒子 就奇怪了 我兒子和他的朋友 他們全部到現在 越聽越離譜 我兒子開頭當然是認真 梅艷芳 張國榮 陳百強 他現在是連葉振堂的羅文 不斷搜索 然後又問我誰比較紅 黃飛 他現在說 譬如他在曼城間九龍冰室 他有一次 他在吃吃飯 那個老闆 經常都在補陳百強 然後忍不去跟老闆說 我知道 那個老闆是和我的朋友 他又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兒子 他說 為何你 為何經常播放 Danny 老闆說 我是老闆 我喜歡播就播 他以為我兒子挑起機 其實不是 我兒子說 有Tay 有Tay 就是說有Tay 但是 現在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說香港 喂 現在我們那些江洪偶狀 反而不是那些少年 少男少女去捧 是那些依依去捧 這個也挺奇怪 很奇怪 即是這班依依以前譚詠麟 張國榮 現在又捧現在那班 都是這班人 不過現在十幾歲 現在五十幾歲 喂你問心 我現在聽英文歌 英文歌 我還是聽八九十年代 但是你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是 喏 用一個時間比喻 我們聽一些五六 甚至四五六七十年代 的英文歌 不知是唱什麼 只是唱什麼 你都覺得很好聽 但是你開始懂聽 你會找回 是 哇 但是 現在那些年輕人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聽八九十年代 用我的年齡 以前原來 就是這樣說 由那時候 三四五十年代 你活 你知道我現在有時候聽到什麼 雖然錄音效果沒那麼好 我小時候也不太會欣賞 現在我慢慢發覺 以前我們永遠聽見 滑鬼鼓 什麼東西怎麼周旋 什麼東西白光 但是現在你聽我不會 我老實說 我不會 真的說 嘩 你聽了一聲慢慢聽 我又未至於 但是我真的會欣賞到 他們那些聲音 原來真的是好東西來的 很簡單 以前日本有些叫做半演歌 你知道什麼演歌嗎 其實為什麼之後半演歌 因為他們的演歌 eternit 我真的忍不住 阿лось 耶耶耶耶耶耶 就是我才忍不住 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他美空雲長 或者一些 there kinds of tin 哪些 sing 那些歌 其實他不是演歌 你已經可以進化到 這些都是流行曲 但是 旋律比較接近 就是說 當時的流行歌 到現在我都覺得很棒 當時台灣改他們改得最多 就是那些時代曲 我覺得那時候的日本仔 都是好聽過他們現在的歌 好聽 因為如果去到我們的年代 安全地帶中心名賽 德明英明就不用講了 Trackers那些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們香港樂壇興起呢 今天我們改來的歌 很簡單 因為你會選擇 第一日本仔真的很認真 問三個句 第二人家是紅了 然後你選擇出來 人家已經在千萬千二萬年選擇 那時候還有那班黎彼得 勞國尖 那班人去填詞 然後在那時候 喂 你們不喜歡淡明明說 我們有張國雲 張學友 喂 我們有這一群人 你現在回看 學友之後都沒有出過 Eason 他們都過了級數 喂 那你無端端編鞠 曲詞唱 一絕 那當然是成為經典 是不是 喂 你好嗎 不要聽 有些人 地位很高 也有些廟 因為泰國主流 譬如山口白衛 那樣 你聽聽 你說 當然好聽 什麼 風繼續吹 什麼 Last song for you 風繼續吹 喂 喂 現在幾十年 喂 我真的 喂 我本來 下一集我接駁 喂 安全地帶 獄志浩義 就算後來韓國 趙勇拔 剛剛走了谷川生師 全部都是很好聽的 就算我剛才說的 那個什麼 是不是千槍夫 什麼 在哪個面前 就是我們隨時的日文變上身 雖然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日文 什麼 啊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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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誰 分離的 但是千槍夫 是千槍夫 北國之春 好厲害 我告訴你 Love 北海道 我早幾星期在自己節目播完 是嗎 所以我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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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靜 喂 你去到現在日本 尤其是我們駕駛自駕駛 是 去到那些公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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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休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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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看 那些什麼 美空雲雀 千槍夫 那些 那些 喂 那些 那些 這麼就嗯 看見到你買鄧麗君 蔡琴 一樣 因為每一代人就要聽我的歌 但是那一集會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我這一節還未到南壽朗住 接著我三節就讀一波 這一宗其實我看了很久 留意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沒有人說 報道都沒有 我就只能在台灣 或者韓國 幸好我在checkGPT可以翻譯到 其實這件事在20年前 這一宗應該我們就叫做墨洋性侵案 是2004年發生在韓國的一宗性侵案 近日竟然重返了民眾的視線 為什麼呢 讓我慢慢講 這件事首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Netflix有的 我是highly recommend Signal信號 你有沒有Netflix 有 你有沒有看信號 看了 這部是神劇 雖然我在我心目中的神劇 他沒有放在第一位 但是我認為這部是非常 大家要看的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對於他裡面的那個 趙國雄 即是那個警察 以前的警察 他明明有肥又笨 但是真的越看就越好看 越看越有型 這個人 三個都好看 好看得不得了 在這個信號 因為他呢 是說著 現代的一個警察 其實是說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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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的 然後就穿越一些 據後來的那篇是真實的個案 而在信號裡面 人村女高中集在性暴力事件 就是改編自我剛才說的那個 真是在2004年發生的那個蜜羊性侵案的圓形 另外呢 有一套叫韓公主或者叫青春蜜語 即是你港譯和大陸譯 都是一套電影 就直接寫了這個蜜羊性侵案 你想想兩單 我現在不要說這陣子爆出來 無論在這20年以來 其實韓國的民眾大眾 都是放不下這件事 事實上也因此而 我剛才上網不斷看一看 看到很多外國 包括歐美 台灣 中國 韓國那些不要說 是因應著這件事 寫了很多日本女性 因此而看到日本女性的文章 人化地位 社會地位 引申了很多東西 這件事 這件事竟然是 去到2024年 有生發展 我們先說一下這件事 這件事發生在2004年 南韓興上南盜蜜羊氏 所以叫蜜羊性侵案 一個十四歲的女生 她自小父母離異 從小被淤酒的老爸打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淒涼了 有一天她打電話 2004年 就誤撥一個電話 我看到有些網站寫 說她在社交媒體認識 沒有的 因為2004年有Apps 但是是不普通的 2004年 其實只是不打電話 好了 這個姓甘的男人 聽到她的聲音 一聽下去 似乎是靚妹 靚靚女女 於是就約她出去吃飯 那怎樣約呢 也是 你男生特別是小女 十三四歲 情鬥初開 很容易約她出去吃飯 這個姓甘催的女生 就很好奇 但是都害怕的 不要緊 就叫她打個妹 十三歲的妹 十六歲的妹妹 一起出去 誰知道這個姓甘的男人 果然就是了 就是當年 墨洋地方 其中一個幫派成員 就是古惑仔 簡單來說 他就 聯同另外一個幫派老大 OK 姓朴的 就把這三姊妹 帶到旅館裏面 就搞了他們 就強勾他們 好了 強勾 好了 就還拍下他們 就是 相片和片 那時候04年 大家記得 就不是這些智能電話 但是那一代電話 我是認為 如果電話發展到那裡 停下來 就真的最完美 即是那時候 我們那些機器 那些什麼 Motorola 有什麼攝機 又可以一樣 上網收音機 又可以拍照 很多事情做到 但是呢 就沒有那麼多apps 就沒有那麼發達 沒有那麼快 那時候我們人於 就很少人還是這樣 好像現在的頭髮糊糊 好了 就拍了他們的照片 拍了他們的影片 OK 不要去報警 然後之後七個月 就經常把他們幾個 帶去公園 校園巴士 啊 觀光巴士 周圍去 去鄰居 而且每次呢 是涉及七至十個人的 OK 那麼最後呢 姓崔這個女生,十四歲這個,即是打電話這個,是受不住精神折磨,吃安眠藥自殺,就終於事暴光,這個是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姓崔這個女生,因為下地人搞得多,就有心理問題,應該就是下體流血那些,就被學校發現,就終於事暴光 警方就查了,咦,鄰近這個三個少女的暴力集團成員,是屬於三間不同學校的,不是一間學校來的,名副其實呢,這個是墨洋的聯盟集團來的,這也不是說誰的事頭,就是一班學校玩了一堆 好了,法國呢,原來參與強姦的他們呢,分別呢,跟他們調查有四十一個加害者,四十一個,全部都是十幾二十歲,二十幾歲而已 好了,有三十五個呢,就是讀書,讀中學的,而加害者的特徵呢,有一個特徵呢,就是,都是一九八六年生,年滿都十八歲,不是的,全部,sorry,未有二十幾歲,這是後來的事,但是全部未夠十九歲的,因為當地的法定明明是十九歲成年的,全部十八歲多,四十一個,好了,再查下去,咦,原來除了那些三個催的女生之外呢, 在川普原市呢,有兩個國中的女生呢,都是受到相同的手法,脅迫喔,你知慢慢會跑出來的,於是乎呢,那些共犯呢,而那個共犯呢,是有七十個,就是說,保守估計呢,在墨洋市2004年呢,曾經參與過這些這樣的,強姦子女,雖然她都是自男的,十七八歲,是有一百一十幾人,你說是不是很誇張呢,老實講,我講到這裡,各位網友, 我們小時候,我們小時候,很壞,我講我,我講我,很壞,是一定不會做這些事情的,你說會不會有情形出現,就是說,你不夠僵人,搞去吧,你老母,於是乎,在peer pressure底下,你會做,是有可能的,有些人不行的,有些人會,OK,那你又沒有,但是,你說你當場,你未必說,很有勇氣,喂,不要這樣搞,別人的女生,叫你老母, 我是,不是,因為你被人打死的嘛,是,屌你老母,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參與一份,而沒有東西呢,是不是會不會,回到家,或者,都覺得有些不對勁,跟家人說,家人報警,但是,一定是覺得自己都鬧了手,都是投名狀來的,是,你記住,涉案的一百一十一人人,他不是一次過一百一十一人的,他每一次是七十人的,輪間,有時是三兩個人,就是,那兩個女生變成性勞,就是說,屌你老母, 十幾歲,那些性衝動,上上課堂,見到那師傅的波動,就說,挺正的,又不敢搞那師傅,喂,阿崔小姐,不是受下地級,慘不慘,什麼屌,你不要這樣想,好了,叫她出來,叫什麼,叫我們夠硬,夠火,出來,叫你妹妹,叫你表姐,屌你老母,真的是那一隻,不行,不行,不行,那你去看報紙,什麼事呢,寶貝?你不看報紙,就知道,我照片子, 你想,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好了,那你跟朋友說,譬如說,自己的維火,有幾個女兒,可以砌的,那你,如果你聽到,你會不會去砌她呢,還是你會去報警呢,但是,總而言之,這百一十一人呢,你說去小北京的時候,好,什麼都好,也都在這一點裡看到,為什麼我們想說,很多什麼,社會,韓人事,各個,其實呢,你說什麼,男女平等,在韓國呢,或者日本都是, 日本都是,日本都是男孫女卑,到現在都是,雖然是不斷改善,父母也很疼愛女兒,但是,還是有這些,幾百年的事情,是很難一時之間的,因為有時候,女生自己覺得,都是,我是應該要服輸男人的,就是會這樣情形,好了,但是得人害怕的,不是這些,OK,得人害怕的是,當警方掌握了,涉案這一班學生, 當中三十五個未成年,OK,的時候,調查的時候,那三個女生要求,可不可以請女警來協助談話,OK,路,要那些女生直接在南境面前,說出她們被性侵的經過,OK,好了,而且逼那幾個女生,要站在那些嫌犯面前,OK,指證,老實說,她一排人,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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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問,落口供的時候,做了幾次,這個跟你做了幾次,這個有沒有份吵你呀,即是那些,好了,甚至乎,他們,雖然沒有用,喂,是不是你去勾引人呀,吵你,你怎麼會這麼壞呀,現在墨洋的明星就是被你搞壞的了,好了,因為太久,吵了太久,吵了很久,吵你,你們幾個真是墨洋,說的那些女生,是墨洋市的似乎, 是墨洋,即是說,你們,吵你,你不是搞人家,吵你,你自己出來玩呀,貪威識識呀,你引誘那些男人,哪會被人搞呀,吵你,你怎麼會這樣生氣呢,那麼沒有同理心呢,除了說男尊女卑之外,其實一件事就是,因為這宗案呢,涉及那麼廣,那麼深,是很浪費時間的,如果你沒有對,即是做警察人呢, 不是對,做警察人的一件事呢,就是除了你受薪和受訓之外,即是訓練和薪水之外,你某程度一定是有一種呢,我們現在說的,好多虎狗的熱血,你看日本劇也是這樣,如果不是你有身張正義的一件事呢,喂,當然煩呀,你涉及了,喂,三條女,我不要說,牽扯另外一個,昌明市那裡了,三條女,四十一個被害人, 三條女,是家害人,你想想你落口供,各樣東西,你多煩呀,做得多就不煩呀,接著問了兩個人,我哭呀,吵你,你真的,你明白呀,於是乎他出言不信,令女生很難受,好了,他為了增加辦案效率,吵你,不要,逐個人來,吵你一次過,吵你,四十一個人來了,就擺九個棄子,就五十個,要是當面逐個逐個認,認不到,就吵他們,好了,那當然啦, 那你又說,喂,這個,這個,那你有沒有插啊,沒有,有沒有對你吵吵吵,沒有,有,喂,其實真心政治的第二次傷害,好了,好了,那,調查這個過程呢,這個過程呢,這個過程,問題很多,終於呢,社會輪廣炒作,那麼,國家人權委員會就介入調查,OK,那麼,這裏似乎好一點,那,衛山南部警察署的署長都因此, 為這個事公開導演,而同一時間,那時候呢,那時候呢,就有網絡,但是不發達的,那時候的網絡,真的沒有現在那麼發達,是家裏啊,就是那部window,都有,開始有些了,傳言了,說吹聖姊妹呢,跟墨洋聯合暴力集團,OK,其實是friend來的,他們啊,其實啊,這班,啊,警方調查這個墨洋聯合暴力集團,是指虛烏有的團體,他們其實是職業訓練中心的人士, 這三個女生想找工作,所以就跟他們呢,成員見面,因為有雙方口角小爭吵,遭到不平等待遇,於是乎他們又屈膠那班年輕人,那,開始出現了,那些打手言論,OK,好了,越講就越離譜,跟著呢,網絡上面呢,就開始流傳,其實那些女生,平時又吃煙,又喝酒啊,又這樣那樣啊,是壞人來的,那,開始出現這樣的事情,好了,你調查呢,就越來越, 查不到什麼啦,留言越吹越誇張,那結果呢,啊,啊,就由這個,不是那個國家人權委員會啦,就由衛生地方檢察院,那大家就看,啊,韓其就知道,他們檢察院都可以起訴,就接受犯案,好了,這些女生說,他們其實想好好休息,不想再益起那麼恐怖的回憶,但是一次一次呢,這次是第三次了, 又,這個啊,這個,啊,國家權力委員會,人權委員會,啊,衛生那個警察局,啊,衛生檢察署啊,再問一些問題,但是這些人,為什麼呢,他們覺得,我現在再受這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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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磨也好,但是,你說,第四次,啊,啊,傷害也好,但是,為了要將這班啊,啊,擔奏,承之於法,那麼他們都去盡量配合,OK,希望呢,將他們,就是,拘捕,即使我現在受到第四次傷害,你想想,啊,幾能難受,喂, 他有沒有插進來?有沒有口爆? 真的是這樣問的 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判決就是只有十個人被起訴 41人入面 被判就是保護管束 不用留案底 剩下的31個人 就只是上去少聯錦法院 或者由校方處罰三天的勞動服務 只有十個人被起訴 判的只是保護管束 不留案底 好了 而同一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承認呢? 因為家害者 父母就用錢 其中一個有錢的 就拿了35萬港幣出來 就要求和解 韓國人看韓劍多 因為有和解 那些事情就很輕判的 好了 姓崔這個女生的爸爸 因為 他不是打一個女的 他離了婚 肆賭如命 又喝酒 瘀酒 一見到幾十萬 屌尾 立即答應 有錢收 然後 就簽了和解書 當然那些錢就讀了 那你一有和解書 變成法庭 就更加輕判了 好了 那 說回三個女生 姓崔那個女生 在事件第二年 終於頂不住 自殺死了 她妹妹 即是十三歲那個事發的時候 後來十四歲 還有 那個表姐 怕了你們 就搬去第二道 改頭換面讀書 想避這件事 但是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人 那個家害者的老母 真的拿了三十五萬港幣 真的五千萬元出來 那個女人 竟然是窮追萬打 她反而惡過你 就起到她們 在那裏讀書 再用網路 再出還手 就說這兩個女生幾乎人不戰 真的不斷地收入她 令她們崩潰 那這兩個女生 在2005年 2006年 後來接受精神 那些醫生的檢測 都說她們是有嚴重的創傷 後遺症 抑鬱症 那一個女生 現在就不知去了哪裏 另外一個 其實 都是活得很惶恐 到現在也是 2023年 好了 事情就去到那裏 因為戀愛入面 涉及了很多 警察院的不作為 檢察院的不作為 有勢力人士 將這件事去掩蓋 好了 於是拍了這麼多戲 事件就過去了 這麼巧 較早時候 就有一個 在Youtube做飲食節目的KOL OK 他就做一些 好像我們這樣 會做節目 在不同的地方吃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就給了一些網友 我不知道那些網友 可能是當日蜜陽事件裏 的同行朋友 還是不知道什麼 認得 咦 他後面那個火記上鏡那個 姓朴那個主謀 即是第一個 姓金的男生 帶他出來 但是姓朴那個 就是強姦的那個 主謀 最主要的主謀 於是乎 咦 有些其他網友 為什麼呢 二十年前 雖然說保護 那些 因為他們未成年 連家賀人 那個樣子 那個名字 都未必公佈了出來 但是他們身邊總會有人 又或者有些警察看不過眼 總而不知是會漏出來的 就是知道他們是誰 好了 你想想想 自從那個節目出 有人這樣看 那個姓朴呢 於是乎 全國突然間有些人 你想想想 就將這個 我又認識誰 現在去哪裡 就將那些 當年涉案 那四十幾個 涉案的人 全部起底 擺上網 擺在哪裡呢 現在有一個網台 就是韓文 我不認識 好了 有一個 那個主謀 那些人還看到 他的IG裡面 投出 他結婚了 生了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幾歲的 又說 寫一些東西 你是我最大的 人生禮物 我會保護你一輩子 如果你有什麼事 我一定會和你 我一定會保護你之類 那你問 哇 對你的女兒 當年你怎樣 好了 就抵制他 於是他本來是在打工的 那間店 就立即炒 另外一個 另一個 姓李的 嚴犯 他就 一人拋出去 原來他就開了一間 我不知道燒肉店還是什麼 還要是自治物業 很好生意 還要是 又簽建 含架 被人一踢就大了 你了 你有沒有被人抵制 不去吃 那些部門 那些部門 就出來 就是煽觸部門 擦簽建 好了 衛山南部的警察 即是當日處理這案 其實是二十年後 有些人已經退休了 要出來再次道歉 但現在繼續升溫 我剛剛進來studio之前 就已經有三個 三個一 三個當年的教學人出來道歉 說什麼 我會用我一輩子的時間來道歉 首先我想說 現在這樣 因為現在的網路時代和以前不同 我想他們的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你是無所動人 41個人 我跟你說 一定是被人鋪了 一定起了料 拆出來現在做過什麼 那這個呢 你如果左膠就會說 喂 是不是私刑 還未審先判 甚至乎 某程度 都是 還未審先判 但是當日為什麼你的法院 或者你的檢察處 是用這樣的起訴 是這樣的事去平息這件事 而你現在這個所謂的池來正義 是不是真的正義呢 我真的很懷疑 因為有個受害人被強姦元自殺死了 有兩個受害人 他現在這樣的心理狀態 是一生的 如果當日 如果當日 是因為你們犯的罪 你得到應有的 處分 罰 罰 罰 這樣 那三個女孩 她可能 某程度 心理上的 康復會好些 她現在不是 變成 還是好像罪人 你又不想戰 那些人 愚弄壓力 更多愚民愚富 對不對 好了 你說這個池來正義是否正義 我真的不懂得說 但是 你這個真的有段時間爭辯 現在他們二十年後 或當日有人去參與過 他有後悔 或者 他現在有一個家庭 你這樣是曝光了他們 那些人 當日不做甚麼 不做甚麼就沒有這樣 我也認同 但是影響了他現在的家裏 那些小孩子 他們那些是無辜的 所以這個話題真的有段時間爭辯 但是 恩靖子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作為我那麼男生 我想是男生 但是 幾十人去欺凌 或者你 就算一次七八個 屌你 可能有些人 你知道嗎 可能有些人 叫大哥 或者有人叫你來玩的時候 他不是覺得是強姦 因為那幾個已經是神服了 屌人媽來的 屌你什麼人來的 你不覺得是雞 你就吵他 吵他 快點 你說未破青 快點 進去 進去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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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會帶著協議過去 現在就不知道追溯期會不會過了 就是公訴期 但是我記得 好像日本還是韓國 我忘記了之前幾年我講的那段新聞 他們現在有個新法例 搞 amendment 就是 即使過了公訴期的刑事案件 如果有重大的證據出現 是可以再告過的 韓國我不知道 日本以前有一個公訴期 但是改一個制度來的 以前有公訴期的存在是因為 擔心著譬如謀殺案 你擺放太久 那些證據是對被告不公平的 但是隨著科技進步的時候 還有一宗在世田谷一家滅門的事件 即是很轟動 接著法制就改了 就說什麼時候 臉份我忘記了 就是那時候開始 如果未closed file那些 全部那個期都會變成無限 而到今天就是嚴重罪行 譬如謀殺案 這些牽涉殺人 那些強姦系就是沒有一個時限 他告到什麼時候都可以告的 好的 那我希望韓國也是這樣就好一點了 不過 你要看回頭 其實他們都是18歲 就是犯案的時候 但是總是要還一個公道的 你沒得聽的了 我覺得現在那邊 其實韓國很沸騰的 好的 謝謝我們講日本話 直接坐牽涛